大家好,我是大池 黄瓜具有清热解毒,降血糖,减肥美容的功效 夏天多吃黄瓜对身体有好处 今天就用黄瓜来分享一个好吃的家常做法 超市买的两根长条绿皮黄瓜 这种黄瓜口感鲜嫩脆爽 比家里种的本地黄瓜更适合做菜 黄瓜放入大碗中 加入一勺面粉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对黄瓜的表皮进行搓洗 黄瓜的表皮是凹凸不平的 容易残污纳垢 在黄瓜的表皮不刮掉的情况下 加入一勺面粉进行清洗 吃起来就更加的放心 清洗完后把脏水倒掉 再放入干净的水进行第二遍的清洗 多清洗几遍 直至水变清澈就可以了 然后把黄瓜放在菜板上 把头尾去掉 锅中烧开水 水开后把黄瓜放进去锅下热水 用铲子翻动一下黄瓜 使其受热均匀 使其受热均匀 黄瓜过下水 等下炒起来的时候就更容易熟 黄瓜整根下锅 其中的营养物质也不易流失 黄瓜很容易熟 大火焯水30秒就可以了 然后用铲子把黄瓜捞起 放在菜板上稍微放凉 接着把黄瓜竖着一分为二 二分为四 将黄瓜的营去掉一层 中间的营容易出水 影响口感 然后将黄瓜条斜切成厚厚的薄片 这样切出来的黄瓜片 切面更大 更容易入味 全切成像视频中这样子就可以了 切好后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小块生姜 把它切成小的块状 切好后放入碗中 几颗大蒜 几颗大蒜也切成小的滚刀块 切好后和生姜放在一起 准备几个红线椒 斜刀切成薄片 全都切好后装入碗中备用 一小块肥瘦 去皮 然后切成薄薄的薄片 全都切好后装入碗中备用 最后再来调一个料汁 一小勺食盐 一小勺鸡精 50克白糖 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一小勺淀粉 加入半碗万勤水 充分搅拌均匀 使所有的调料溶解在一起 放在一旁备用 接下来起锅烧油 油热后下入五花肉 不断地翻炒 使其受热均匀 煸炒出肥肉里多余的油脂 然后下入大蒜和生姜 激发出香味 翻炒个五六七八下后 下入红辣椒 继续翻炒 把红辣椒炒至七分熟 接着下入黄瓜片 把黄瓜片翻炒均匀 把黄瓜片翻炒均匀 最后淋入调好的料汁 开大火 开大火翻炒个三十秒 让所有的黄瓜片都吸收香味和汤汁 汤汁收得差不多后 一道简单的清炒黄瓜 家里的米饭又要遭殃了 屏幕前的你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了点赞 转发和评论哟 点开我的头像 关注我 您将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